星期五,全球知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 在英国伦敦的新总部大楼正式启用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亲自出席庆祝典礼 女王的现身让现场民众与BBC员工感到意外惊喜 星期五,BBC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新总部大楼正式启用 当穿着天蓝色套装的伊丽莎白女王出现在大楼前 现场等候已久的群众高兴地欢呼起来 在BBC新总裁托尼霍尔陪同下 女王参观了总部大楼 大批BBC员工纷纷拿着手机拍下女王的影像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visit the BBC today and to see it in its new home Years during which broadcasting has enriched our lives in so many ways I hope this new building will serve you well for the future and I'm delighted to declare it open today 历史上伊丽莎白女王和BBC还有着很深的渊源 女王1953年举行加冕仪式时 就是由BBC全程现场直播 但有趣的是 当年为女王加冕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曾经担心女王爱舔嘴唇的习惯被电视播出 因此反对电视直播 加冕转播一度告吹 消息一传出 引发大批英国民众纷纷抗议 最后不得不由女王亲自出面裁决 照常举办电视直播 才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历史镜头 新唐人记者周琪综合报道